香港唯一和独一的 AB 女郎 素凯林 作为香港唯一和第一位女郎 在公开场合下 公开发表她对姓氏的热爱 对姓氏的追求 追求到私底下做不行 要公开买给人看 到底这些是稿 还是宣传 还是他欠人钱 走投无路逼梁为窗 走投无路逼梁为窗 还是他真的这样开放呢 如果一个女士真的这样开放 有没有样子看的呢 根据上书 开放的女性 是有以下几个面相的特征 记得了 不是一样特征 就可以坏地开放 最少起码有几个以上 才可以肯定 在影片最后 还有个小小彩蛋 可以分享一下 各位想知道是什么 就要看到最后 第一 印堂阔 印堂很多人都知道 是眉心中间的位置 眉心就是两个眉中间的空间 上书说 如果印堂可以容纳两只手指以上 就叫做阔 是用你的手指 还是我的手指 是用食指加中指 还是用两只大拇指加上 其实是要用比较的 不是跟人比 是跟自己比 这件事好看你如何判断 判断得准不准 就要看天分和经验 有些朋友说 天生两只眼都已经生得很开 眉头自然较阔 所以是要跟自己比 不要跟人比 到底阔又为何解开放呢 印在容纳的位置 印阔的人比较容易接纳意见 对一些意见和规范 看得没那么紧 古代对征操很严谨 即使是世一的淫妇 潘金莲 都只是在二楼露出手臂 和在第一走过的男人打招呼 就已经变成世纪大人蛙了 现在已经对征操这件事没有看得太紧了 但对于濫交和公开自己的性事的看法 其实在中国人的社会还是算保守的 至少香港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理解印和阔就是对性看得不太紧了 甚至公开自己的看法 不论是真还是假 也可以说印阔的人对旧有规范看得不太重要 素小的微深蚊我们看上面 都觉得起码可以放到她自己的两只手指以上 但现在又化妆又瘦眉又纹眉又什么什么 都不知经过多少加工 很难确认的 大家自己判断吧 第二 山根底 山根底是指两只眼中间的位置 亦都是鼻开始的位置 上司说山根底是自尊心少 缺乏少女应有的矜持 就比较容易是分钱实生 这些除非是席容 要不然都应该很容易看到 素小的山根底一定不算高 但又不至于低含 不算高可以说是惊切一半半 这样就要看各地方的民族特性 日本一年都有大量AV出现 不可能个个都山根底 所以山根底在现金社会代表放荡或人当 应该不太合适 不过比代表我 代表一个人的自信 越大就越有自信 当然 过大过小都不好 素小姐的鼻子相对于她的面来说 都算小 都可以几肯定 她的人本身不会太自信 第三 口大 上司记载口大是指 口的两边 闯度都要长 两边的鼻子 也会比较大胆 口大会如何呢 口大会比较大胆 口大人也会比较热情奔放 可以看看照片 其实都见到素小姐的口 相比她的面来说都算很大 可以见到素小姐做事和说话都比较大胆 作风尽取 相信她照着访问时所说的东西 即使是高也好 可信性可能也挺高的 在古代口大的女性就不太好 女生口大食穷浪 但现代社会口大力是没问题的 女人口大作风大胆 仅仅仅仅威 亦相对容易较有成就 最主要是现代和古代 应该说近十几年 比起早二十年已经很不同了 所以口大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听到这里,我邀请你帮我订阅、分享、点赞 和打开小铃铛 有你们的支持,绝对是我制作频道的原动 第四,顺口 上顺口重情,下顺口重慾 大家应该都听过 怎样为止口呢,其实是需要比较的 是需要两个顺的比较 如果下顺比较厚 即是说他人比较着重蜜浴和享受 如果上顺口,就自然是重感情多些 如果上下顺口,就指人热情又懂得享受 热大地方生活的女性通常都有这些特点 不知是否因为这样 很多西方的男士都比较喜欢 与这些女士结交和在一起 香港就会见到的了 另外,如果下顺有较厚的现象 再加上顺口,在自然的状态下不是合卖的 我们经常见到人,又不是说话,又不是吃的 但上下顺口很自然地分开了 代表这个人意志力不太坚定 容易被人哄,什么都好,什么都答应 这些嘴唇未必是特别开放的 但容易受到油画 我们看看素小姐的嘴 看相片或访问,就比较难看到意志坚定不坚定 但看相片,我们特别看这张没有点化妆的相片 下顺是明显比较厚的,看来素小姐在物浴方面是比较重视的 亦是比较喜欢享受的人 至于她有没有足够的自制能力 看相片或访问的片段,就看不出了 第五,是手指的第三节肥带 这里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太阳指不要流谷 太阳指是无名指,即是戴结婚戒指的手指 上司说,太阳指第三节肥带是着重享受 着重物浴,懂得享受生活 所以亦较容易享受盛事 另外一个说法,其实差不多 都是说,手指第三节肥带丰满 是四只手指的第三节都丰满肥带 手指的第三节都丰满肥带 都是指物浴较为强 但这还未到放荡的阶段 还要加上金星幽特别拱起 还要加上一条由月幽或太阴幽的地方 伸展出来到金星幽的放纵 才可以说到它放荡的地步 无论这相,哪个说法都好 都不要太短短 看完手相,还要加上手相 才可以比较肯定个人是否放荡 我找不到素小姐的手是怎样的 大家如果有,不妨在留言区告诉我 看下到底古代记载和现代有没有什么不同 总结以上五点,即印堂阔 散近低,口大,下唇口,而且含买嘴 和手指的第三节丰满 一开始都说了,千万不要见人 随便有一两样,就一口咬定幻地放荡 最少有两三样才确定 如果以上五点都中了 你可以在你心里肯定一下 但是很难去证实 难道你见到人口大,把口含买 手指封满,印堂又阔 你会去问人是否很放荡? 我想10个东宝宝有一个答你是 就算他觉得自己是,也不会老实答你 还有,就算你真的好肯定也好 你真是你会问得出 那些不同失戀,破财,撞车那些 那些一定会老实答你 所以,以上的看法都来当参谎吧 确实是很难证实的,用途也不大 我们总结一下,素小姐也不符合 以上所说的所有特征 所以,我们也很难肯定是否真是放荡的人 可能真的照顾好读 进入最后的彩蛋部分 是关于素小姐的名字 这个原来不是原名 苏凯林才是原名 现在的名字叫素凯林 不知是否因为有高人指点 还是他真的觉得自己的真名很好 但又不想用真名出 所以用了微微的音,变成现在素凯林这个名字了 资料显示是说他2021年改了这个名字 跟着就做KOL 之后就拍了一条很出名的Youtube片 开始为人认知 而他之前其实都用过其他名字拍过电影 但我想我说出来,大家都未必知道 也未必看过 或者就算知道也好,都未知入去睡 分别是他以素童这个名字演出的叫恶如潭 以及素凯林出演的PTGF出租女友 是否说了你都不懂呢 那用新名到底有什么特色呢 他这个名字的特色就是充得很厉害的 可以说是准的一步 如果你懂得不话就会明白的了 简单看,是不是有很多甲羹充呢 如果我们不看八字 甲是他自己,羹是观察 女名以观察为事业,又是男朋友 他2016年出道,直至改了这个名字 才多人认识,工作机会才开始多 那什么时候我们会用这么准的方法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输的朋友 才会用这么激烈的方法 希望没有道友,充一些东西 一般人,如果有事业,有男朋友 有老公,一定不会用这个名字的了 你问的名字好不好 在他有什么都没有,充到事业出来 就叫好 但这个名字绝对不能用太久 成名之后,希望他尽快改回他 否则会很麻烦 因为他借甲,但他夫妻工,外面的人都跟他充 事业是被他充得出来的 但现在,无论是外人,家人,男朋友 甚至他自己,其实都不太喜欢自己 因为他本人的工位都充回自己 虽然我估他走得这一步,都如做什么都不要了 但我会建议他,在拿到想要的东西之后 就尽快改名吧 大家喜欢这条片,记得赞好,分享,订阅 打开小铃铛 在留言区画之,你觉得香港人拍AV 是不是真的那么值得高兴? 你知不支持有更多香港女士或者男士 去拍AV呢? 我就很开明的 我对这些事没有所谓,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下次见,拜拜!